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湾名人堂 我是侯乃荣 台湾名人堂要告诉大家 有故事的人 有一一的事 在疫情趋缓之后呢 益文产业开始复苏了 而文化部长使则的上任 更让益文圈充满了期待 过去的文青成了现在的部长 我们很好奇他未来呢 要如何运用他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 来点亮文化圈 同时他自己个人对于文化部 又有着什么样的期待跟规划 还有愿景呢 我们今天很开心 请来部长跟大家聊聊 部长好 大家好 好 部长 高兴能够来参加 部长好 部长我印象很深 我觉得你行动力超强 因为呢刚刚接任的那一天 你马上就到书展去 而且六天去了超过十趟 所以让他觉得哇 这个部长行动力真的很强 上任到现在 你自己觉得 有些什么心境上的改变吗 以今天来算 我大概是上任 两个月又有两个星期 是 坦白讲时间不长 如果这个包括我自己 跟文化部的同仁 好像经常都觉得 好像时间过得很久 他们说两个月当两年用 这个是不敢这样讲 对 但是确实是说 我上任的时间刚好适逢这个 我们这个疫后振兴的预算的 这个编赚了 是 那以及这个碰到黄牛的事情 对 等等 很多新的法案新的政策要提出 可能就是疫后了 那这个也是一个好现象 可能过去在疫情的这个压制底下 所有的问题大家都先放下 那疫情趋缓都在恢复正常的生活 所以说问题也都跑出来 加倍忙碌了 问题都跑出来 这个都是一体两面 对 那一开始接任文化部长 当你被征询到的时候 那时候心境上有没有什么样的 因为你之前在高雄待了15年多了 现在从地方要到中央 这个心境上有没有不一样的改变 当然是诚惶诚恐 但是当然坦白讲 也因为说我在高雄 有担任过8年的文化局长 是 那所以大部分文化领域的事情 因为又是直辖市 所以大概都有所涉猎 但是毕竟中央是一个 庞大的行政机器 对 那跨部会的事项很多 那跟这个地方政府 他算是比较一个轻盈灵活的 这个角色 确实不大一样 所以在这个身份 这个到中央人这个身份 恐怕就您刚刚讲的 这个行动力变得也蛮重要的 有什么特别不适应的地方吗 或是你特别花了心思去 跟这个工作磨合的地方 除了台北实在是阳光少了一点之外 其他都还好 那你当初点头会接任文化部长的 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心里有什么样的想法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那个愿意用我本身 当然我也很感谢了 客气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 这个有个机会能够把这个 我们在第一线 这个从事很多的工作的这个经验 跟所理解的问题 能够到今天中央政策部门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不容易的这个经验 因为我们大概也都知道 就是说过去的这个中央部会 因为它是政策的主管机关 尤其是文化部 所以它对于这个政策跟理念的阐述 跟这个论述会比较重视 那当然有时候就会跟现实的这个执行面 就是会比较有一点距离 那我是觉得我刚好是一从执行面上出来的人 所以我会期待说我的 所阐述的政策都能够尽其可能的贴近 这个人民的感受跟知情面 所以我坦白讲说为什么我 一上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争取 18岁的成年理经 从一年变成18、19、21、14年 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会有感受的 大家会非常有感 实际上用得到 而且我们的诉求是不但是今年变成四年 也希望是常态化 那我个人认为说这个从我们长期在讲说 这个艺文从小扎根 我觉得这个是最直接的事情 大家会讲说你小孩子或年轻人 你从小没有让他看戏 你如何期待他长大以后进入剧场 没错 你从小他没有这个接近美的这个过程 你如何找到他长大之后要他进入美术馆 那成年理经我觉得是一个 如果能够往前到高一 甚至往后到大势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 现代辛苦的年轻人来讲 除了是一个注意之外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体验 所以我只在讲说 我上来可能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就把这件事情争取到手 那所以就您讲的是说 希望未来这个离经的方法可以变成常态化 目前有一个初步的构想或您心里的规划吗 觉得怎么样进行会是比较好的 我们现在这个整个成年理经六月就要上路了 然后六月这个也是我们的毕业季嘛 对那这个1200块 基本上他当然会是用一个类支付系统的方法来处理 事实上我们在义方券的时候 都已经使用过 再加上说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个数位的这个使用率非常的高 基本上大概不会有数位的落差 这是可以确定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推出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讲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电影它的价位 刚好是在这1200块里面 可能是非常适用的 可以负担的 但是我们确实是我们是集中在国片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对台湾内容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持 那第二个就是说独立书店 我们在一方券的这个资料当中 我们发觉说有六成的是用在书店 当然那个时候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可能也不大可能进剧场 电影院可能不大习惯 所以他在书店的比例很高 可是八成五是这个连锁书店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呢在独立书店呢 事实上我们是有加码这个点数 扩大点数两点变一点也可以现场使用 那意思就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把1200块全部用在独立书店 就变1800块嘛 那所以说我们是把独立书店 不只当成一个书店 其实我觉得它在非六都的很多地方 它其实那个恐怕是那个地方 唯一的艺文的体验的场馆 是 对我们也不要小看了在我们小时候家里 巷子口的那家文具行 那对很多偏乡的来讲 那搞不好那是它唯一可以接触文化知识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都会区跟非都会区我们也因地置疑 那当然我们还有希望推出这个表演艺术的这个青年席位 各式各样的表演艺术 我们都希望在一场当中有设定一定的座位的席次 它是能够以低价至少在1200块的范围之内 因为表演艺术一般来讲表演价比较高的范围之内 能够提供 所以它就是全面性的能够进行一个文化的体验 我希望说 也许对很多年轻人来讲 他人生可能接触文化艺术的经验当中 如果这个能够成为他的第一次 那其实这就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政策 就很有意义了 打开那扇窗 那部长你刚才有提到 其实包括独立书店的部分 其实出版业最近其实是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没有错 从疫情之后 那包括电子书的兴起 那很多的独立书店开始他们 开始无以为弃啊 在这个部分 出版业的部分 我们文化部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想法 我想这件事情应该是大家每一个人都 多多傻傻都知道 就是我们进入一个网路化的社会 没错 数位化的时代 那这个 纸本的这样的形式 确实啊 这个这十年来啊 整个出版的产值啊 从300亿掉到大概200亿以下 那应该不是只有台湾 这是整个这个纸本编辑出版的形式 在进行 在其实是一个大时代的转变 那这个转变呢 会涉及到说 我们台湾最原生 最原头的这个 所谓的内容产业的这个水源嘛 我们事实上都知道说文字 这个文学 所有的这个 这个出版的这个内容 事实上是牵动了 所有一切的发展的一个源头 那当它在产业上 它其实变得是弱势的时候 事实上是你这个水源变得是在枯竭 那电子书的付费机制的产值 还没有出现 或者是它新的这个经营形态还没有出现 那是旧的纸本编辑的这个出版的形式的产值 在枯萎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让它安然的度过 我觉得这个是最近大家看到的问题 当然电商的几次的这个折扣战 更凸显了这样的问题 问题有一定的复杂度啦 因为你今天跟在台湾跟大家读者讲说 我们就比照韩国比照法国 我们这个统一定价制 大家忽然发觉说 这个买书都不能有折扣了 都只能买原价了 好像也起不到鼓励的作用 对 我的意思说这件事情它是一个产业 是 没错 这个读者消费者不是我们的敌人 对 所以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 恐怕不是我个人认为 恐怕不是像国外一样 统一定价一句话就讲完了 那我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 这个在这个阶段 我们恐怕是必须拿出更多的资源跟政策 来保护这个出版业 我想网络时代 数位时代的这个大的转型 这个应该是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 对 我想电视台的生态 同样受到挑战 这个销售 零售的生态 出版的生态 音乐的生态 电影 电视的生态 OTT等等 就全面性的在变动 对 所以其实是如何让旧的安然的转型 但是如何把握新型态的契机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 在产业上的一个战略 所以部长 从刚刚部长谈话 其实大家可以感觉到 部长对很多产业 其实有很多新的想法 想要做的事情 您在上任的时候 在脸书写了两句话说 壮大台湾内容 建立文化自信 我想问问部长您对于 这个职位您希望做些什么 有什么样的期许 对 我讲台湾内容文化自信 一方面是两者之间的关联 一方面是 当我们讲壮大台湾内容的意涵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它的意涵大概有几个面向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我们要更重视这个内容段 不管是我刚刚讲的出版 创作或者是这个影视内容 这都是 那当你讲壮大的时候 我觉得它代表几个意思 一个是主流化 一个是国际化 我想今天在这个OTT的这个时代 也就是说当网络让这个地球是平的 这地球是平的那本书已经出了20年 但是我想今天大家应该清楚的看到 说今天如果我们做一个电视剧 如果只是过去的时代 可能是我们想看的是在国内的收视率 但是我想今天大家应该看的 不会只是这一点 因为人人每个国家电视剧 它都可以在全世界的网络平台 多余的机制已经是常态了 对 它已经不在于是过去说 我引进了一个外国节目 我还要进行配音再进行字幕 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直接就是全世界的影音平台 那这个影音平台大家都在某种程度上 障碍被拿掉了 竞争加剧了 台湾是可以 台湾的内容是可以在全世界的平台 对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最近很多的剧 是在全世界 越来越精致化了 对 那所以说这个台湾内容的壮大 变得对我们来讲是很关键的 它已经是一个基本的标准要求 我们不大可能只做一个在台湾 自己岛内或自己国内的事情 我们要做的是在全世界的事情 所以它的主流化跟国际化 变得是我们要直接面对 过去我们讲文化 我们经常讲的是分众跟小众 对 我们甚至觉得是我们要保护分众跟小众 但是我们今天的时代是 保护分众跟小众 跟它国际化跟主流化是不冲突的 甚至让它国际化跟主流化 反而是一种保护 对因为这个障碍已经被打开了 没错 那进一步讲 当台湾人可以看到说 我们的文化在世界上是有 一举足的地位 全世界可以看得到台湾的文化 我觉得这台湾对文化的自信很重要 没错 因此我们其实相对来讲 我觉得这方面台湾这几年 确实变得比较有自信 嗯哼 同样的 除了硬体半导体之外 台湾的文化怎么能够也让大家觉得 诶 我们是也有一席之地 在华人的世界里 因为台湾这块土地的自由民主 的独特性 我们却长出跟别人不一样的果实 你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我坦白讲我认为是最大的优势 对 因为原创是一切文化的竞争力的根本 而原创它必须的种子 它必须在一个非常自由的土壤里面产生 不然的话可能一开始就夭折了 对 所以 这个整个华文 这个大的文化圈 不只是两岸而已 你大级事实是到东南亚等等 事实上这是很关键的事情 对 我说这几年 所有这个台湾很国际化 每一个人都有国外 设外甚至是旅游的经验 所以人人都 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 台湾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在国外 就是说 外国人终于不会搞混台湾跟泰国 台湾跟台湾 对 你不会搞错了 对 我们过去三四十年 大家最大的困扰是这个 是 大家知道台北 对 但是大家并不知道台湾跟台国的差别 这几年都清楚 对 所以当我们看到K-pop 韩国的寒流 对 我们要试考看看我们有没有T-pop T可不可以变成我们一个关键词 成为未来的目标 对 如果T变成我们一个关键词 我们有T-pop的时候 那我们就跟台积电 就会一样了 嗯哼 部长其实我们说文化这件事情 它是必须要细水长流 然后慢慢的根植在每一个人民众心中 您自己从小就学音乐嘛 对不对 然后就我看到网路上的一篇报导 就说你随身也会带着一个蓝牙喇叭 是不是 音乐跟你分不开 当然我们是听音乐长大的 对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喜欢听的类型 对我来讲 我思考事情 或者是要写一些事情 对 有音乐对我来讲帮助当然很大 好 那所谓带个蓝牙喇叭 只是说大家这个差异饭后 聚会的时候 这件事情只在讲就是说 台湾的流行音乐 是 确实是 大家共同的记忆 嗯哼 对不对 你也听流行音乐 当然听啊对 但是我的意思说 这其实很明显是大家共同的记忆 是 对就是说 你一代的人的共同记忆 就是在那个流行音乐 不知道怎么叫流行 对不对 每一个流行音乐 听到流行音乐 大家都可以 哼上两句之外 我相信 每一首歌 在大家的脑海当中 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画面 只是他可能不会讲出来 对 没错 而且音乐有一种很独特的魅力 就是 他一放你又回到 当时听到这首歌的 那时候的情境 跟想法 是 所以我也做过很多 国片的这个 这个电影音乐会 我常常讲说 这个国片 跟这个流行音乐 更不一样的是 这个国片 不但勾起了 当年的这个情景以外 是 它本身就是个画面之外 它另外勾起的事情 当然是跟谁去看 当年的记忆 对 部长你在过去 其实也办过很多 很多的大活动 在高雄的时候 然后包括崔森博尔特区 然后高雄市图的这个总管等等的 然后 还有百年的跨年的这个活动 我想问问就是说 外界给了你一个点子王的称号 但是你曾经在报导上说 好像不是那么喜欢这个称号 为什么 对 当大家说我点子王的时候 我其实脸色不大好看 为什么 这是个称赞吧 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我觉得 当你看到它最后是一个创意的时候 是 它来自的不是一个点子 因为当你讲它是个点子 或点子王的时候 好像是它是一个瞬间的灵感 所创造出的一个创意 其实事实上 在从事相关创意工作领域的人 应该都知道 创意并不是来自那个灵感 嗯哼 创意某种程度上是来自 不敢讲一步一脚印 它其实是很科学的 而且很务实的 掌握了你的优劣式 嗯哼 那以及现实上的这个分析 它才有可能产生出那样子的结果 嗯哼 可能是需要一个蛮扎实跟 不敢讲漫长 但是至少是一个扎实的过程 嗯 那 这样点子就好像是瞬间的一个灵感 它其实不是 其实后面有很多的功夫 甚至它可能是一群人的 了解 是大家一起的 努力 我人生这个 虽然我是道地台北人 但我人生大概就三分之一在台北 三分之一在台中 三分之一在高雄 那我在高雄待了十几年 这次回来台北 那当然 自己没有离开那里 就比较没有办法 看清楚 嗯哼 稍微人有点距离 回头看就看得比较清楚 那大家都讲说高雄改变蛮大 对 所以说其实改变是 确实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往前进 那当然我自己有幸能够参与其中 我自己也觉得很 很光荣 那 应该讲说 人生这个 比较精华的时间 对 确实是在高雄做了一些事情 那 从今天才看过来 看就是说 它能够改变成真 其实很重要就是 那个决策跟选择 是清晰到位 而且考虑到未来性 嗯哼 那我觉得这个跟现在 在文化部的工作是有点类似的 对 对我们现在台湾现在碰到的等等 不管是影视产业 啊 内容产业出版啊 等等这些所有的问题 我们现在当下所要做的决策 它必须要对症下药 而且是要未来性 没错 对 那 它不一定能够现在开花结果 但是如果你的 这个 不到位 决策是 没有前瞻性 那 它不但 没有办法现在开花结果 它可能永远不会开花结果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 需要谨慎的事情 对 因为你在做的事情是 就是 人 经常你要做你要心甘情愿的做事 因为他做的事情 不一定现在能够开花结果 你现在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看到它的成果 你也没有办法 让这个成果 一定在自己的任内产生 对 但是你必须要处理嘛 总是要往这个方向去 对 就像说 我上面以后 我赶快把漫画博物馆的问题解决 落脚在台中 对 我说已经 已经来来回回吵了一阵子 我觉得不好 那我也讲说 我不希望再看到 就是我们过去在文化建设上 它不愿意发生 但是都一直在发生的事情 就是 那个文化建设的工程 都要拖很久 一盖一个场馆要盖十年 对 你就这效率是不够高的 它当然有它的原因苦衷 因为 所有的建筑工程里面 大概最难盖的 就是文化类的场馆 因为文化类的场馆 大家大概不太能够接受 一个文化类的场馆 是个标准型的社展 那个社展 没错 社展是标准化的 对 可是文化场馆 大家不会希望它标准化 大家就希望它珍奇都会 文化场馆 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 它就应该是一个艺术品 那你现在看那个艺术品 会多难盖 而且还贴近民众 对 但是大家又不想它盖十年 是 对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一次 在曼博上 我也是希望说 选择行物署那个地点 它本身有很多旧的日式建筑 才讲说我们策展先行 我们不要说 为了一个博物馆 我们要等五到十年 等到真的五到十年落成的时候 其实 那个整个的博物馆的形态 跟产品的形态 也都改变了 我觉得这个是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对 那 刚刚 大家在线条当中也提到 台北回到台北的感觉 台北就是因为 这个比较挤压 饱和 所以 你如果认真想起来 从这个 三十年前的两厅院 嗯哼 就是国家音乐厅 国家戏剧院 当时是 70亿的 台币的 预算 重大投资 这个70亿 换成今天可能已经是三四百亿了 但是从那一次的 那个重大投资之后 其实 这三十年来 台北其实 没有什么文化类的重大投资 大家如果仔细想想 从那之后 其实是没有 对 所以这其实也是另外一个 回到台北来的 感受到的一个问题 嗯 对就是我们首上 是去首都 对 相对于 这几年我们看到 不管是台中 台南 高雄 你都会发觉说 其实它都 跟 二十年前的 台中台南高雄 各方面来讲 它其实变化都很大 嗯 当然这是一个全世界的趋势 就是去中心化 对 台湾各地都有很丰富的发展 各自争取 都会找出它自己的这个模式 对 对 那我觉得台北好像在文化 各种创意上等等 其实 我们有很丰富的这个文化能量 丰富的人才 可是在长晚设施上 是不是可以更大胆地更往前进一步 这个当然也是我在思考的问题 嗯 当然 也有很多人讲说 那你这个就是过渡性质 那不管是不是过渡性质 我们等于是接最后一帮 所以我也期许我自己能够跑快一点 不管从这个振兴的预算 从成年礼金 好 那到这个黄牛票的这个立法 我会暂且不大提太长远的计划 那反而是着重在眼前 该解决的问题要解决 未来感觉部长还有好多的计划想要施行 你自认为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者 底下同仁会不会压力很大 不要骂我 就是对不起 对 因为你 就我知道了 你有一个贴图对不对 就是同事帮你画的贴图 对对对 叫老板说得好是吗 忘记了 这个贴图的系列 我比较好奇是他这个一开始来由是什么 怎么会有这系列的贴图 其实我并不知道他画 他是唤语文件才跟我讲他画 而且已经上架了 对 是你的图像 旁边有一些你常讲的话 对对对对 那我也只能接受 真的表示同仁跟你的距离 其实是蛮近的 然后他也觉得你是一个可以接受 这样子创意思考的长官 这个都对来讲不是问题 你刚才讲说这个图画部的同仁会等等 坦白讲我也跟大家讲 其实这个 这个 某种程度上跟我一起做试会 蛮辛苦的 因为我很清楚地意识到说 其实 我们过去也待过政府部门很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会清楚地知道说 其实公务的职务上 其实很容易就是像行鱼流水 大家都看过太多的部长 太多的局长 太多的市长 你真的要留下大家有记忆有感的事情 其实并不容易 对 你必须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才能做到一件 因为它是长时间的规划 对对所以对我来讲 我们会蛮care就是说 我们每一天的这个时间效率的运用 就是你做了这一项 你就不能做那一项 那是不是该做这一项 还是应该就是做那一项 那做这一项必要的工程 必要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做得扎实 对所以这个其实坦白讲 必须要有一点这个强迫症才能做 对 那部长其实您的任期其实是一年的时间 是一年多 这个时间说真的也真的是不长 你希望在这一年当中 可以带来些什么改变或是做什么 你觉得是must do 我一定要完成的 对了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说你只剩一年多的时间 上任到卸任只有一年不到一年半 对 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讲说 那你这个就是过度性质 那不管是不是过度性质 很现实的说他就是在这个 蔡总统八年任内 我们等于是接最后一棒 对 那就像大队接力一样 你这个接力赛 你如果走跑最后一棒 第一个首先你就要跑快一点 而且压力很大 你就要跑快一点 是 不然你就不要跑最后一棒 没错 正常来讲 被安排跑最后一棒的人 也应该是比较能够跑快一点的人 才会跑最后一棒 所以我也期许我自己能够跑快一点 所以这个 确实这个大家会觉得说 跟我工作的伙伴们会觉得 这两个月好像两年一样的原因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面对跟解决很多事情 不管从这个振兴的预算 从成年礼金 那到这个黄牛票的这个我们的立法 现在在下个礼拜就要审查 是 到这个已经13年没有修的公司法 修法 现在在下个礼拜也在立法院也要审查 这个炒了五六年的台中漫步 我们好像这个很快的就把 年底就可以再来了 对 我的意思说 简单讲我也清楚的知道说 我在这一年当中恐怕先必须要把一些 一些基本上的问题突破的 能够搞快先进行 很多事情过去的部长或过去的同仁 他其实都做了很多努力 那到最后一刻的时候 能不能最后的问题 最后一关能够解决 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一次 这个整个影视产业最重视的投资抵检 我们这次也在文创法入法 在立法院要审查 这个其实讲了非常的久 我会暂且不大提太长远的地方 那反而是着重在眼前 该解决的问题要解决 我们也经常怕说眼前的问题不解决 那你会很积累的很多 这个很多问题在旁边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这个一步步我们来克服 那也希望说大家 能够有所感受 那也感谢大家给我们时间上的宽容 我们家其实都是内理工的 我也是内理工的 但是我们通常都是学音乐 我父亲他就是可以一手教数学 他一手他拉小提琴 我父母提供我非常丰富的 不管是音乐 阅读各方面的一种参与 我确实这是我自身的经验 就是说更早更多元的文化接触体验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是很重要 部长我觉得疫情解封之后呢 我觉得民众最切身感受到就是 周边的表演活动变多了 不只台湾的艺文活动 包括国外的团体来台湾的也变多了 你觉得这样子可能对于台湾的艺文环境 带来什么样的效应 是正面的还是你觉得 其实很多台湾的艺文团体有些辛苦 你怎么样看这样的互相相互刺激 大概有几个现象我们当然是直了解的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以演唱会来讲现在当然是大爆发 这个大爆发恐怕现在还没有看到 它缩小规模的象征 我想不管是在台北 我出了台北 你看各地的音乐祭 各地的演唱会 如火如荼的进行 这当然是因为过去边境管制 现在这次是一个大爆发 那这是演唱会 但是就我们这个标案艺术来讲 这个现在可能稍微好一点 这个之前的这个刚刚疫情趋缓的时候 确实是有一点功过于求 也就是说大家把过去没办法演的 delay的要所有拿出来 但事实上市场没有那么大的 这个胃容量 这其实是一个问题 是 那我们其实共同都一样碰到 我刚刚讲的这个网路事件的问题 你看相对标案艺术来讲 它不一定像演唱会那么流行 光鲜亮丽 那标案艺术相对来讲 是一个比较 门槛比较高的这个参与 这个你要很早之前买好票 你要当天准时出席 你还要这个正经为座 你还要知道怎么拍手 对 这个相对流行音乐的轻松愉快 标案艺术当然是比较辛苦 对 那 那 网路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在抢 大家仅存的时间 对 对 所以 这个 越轻薄短小的 它抢的力道比较强 所以这都是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 对 对 就像纸本也遇到这个问题 阅读也遇到这个问题 标案艺术一样也遇到这个问题 那 这个 电影也遇到这个问题 对 那你因为你现在OTT强成这样子 大家都嘛希望在家里舒舒服服 对 看谁要吃 对 那个大一幕的吸引力 是 跟你现实的舒适感的 矛盾充足 对 都是问题 对 所以 确实是整个文化环境 是一个世纪变局 坦白讲必须做的事 对 对 你一百多年前当 照相摄影发明 当然它产生了一个新的艺术形式 到后来有电影的发明 到后来有声电影 到后来有电视 对 但是那个时间的变革跟幅度 恐怕都不如现在的震荡之大 对 对 所以其实我个人反而是鼓励各种文化内容的勇于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来突破 不要太僵守这个既定的形式 所以现在这个时代 确实是大家重视跨域跟跨界 也就是说不要把你原本的艺术形式太过于纯化 开创更多的可能跟平台 对 那这个可能的机会会更大 部长 其实大家 您在上任的时候 很多文化圈的人就觉得说 来了一个内行的部长 不敢这样讲 不敢这样讲 你自己从小就接受音乐的教育 那爸爸史英教授 他其实是个从事教育改革非常多年的学者 我想聊聊就是说 您自己的成长环境 或是爸爸给您的影响 同样是文化界 同样是文化人 文化的领域非常多 没错 真的是非常的复杂 那所以都是叫文化 但是其实内部的差距很大 很大 所以在文化领域里面大概很难说谁 一定就是样样都这个深入 那我自己当然这个 这个从小的成长历程 一方面我 这个跟我复兴年纪差距比较小 那意思也就是说 我的成长过程 父母都很忙 也没什么时间 还专注在 让你自由发展是不是 对 那这个也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但是坦白讲 从另外一关来讲 我父母这个提供非常丰富的 这个在成长过程当中的 这个不管是音乐 对了 阅读了各方面的一种 这个参与 我刚刚说 这里我很熟悉 因为社交馆就在对面 对 所以以前就是在跑社交馆 从小就接触 对 所以这是一个 所以我再 后来到部里面来 我会 不管是文化里经 或者是说这个 我认为说要进行这个 校外的这个艺文体验等等 我确实这是我自身经验 就是说更早更多元的这个文化接触体验 我个人是觉得是很重要 过于封锁在学校里 有个人觉得还不是很好 对那 那爸爸呢对你未来的路 当时候你在选择科系等等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提供给你参考 我们家很奇特啦 我们家其实都是念理工的 但是我们从好都是学音乐 对 所以从头到尾我们就是认为就是 像我父亲他就是可以 这个 一手教数学嘛 一手他拉小提琴嘛 早期他还是北市教的小提琴手嘛 所以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就是所谓文化丰富人的生活 就是这样嘛 文化应该在 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 都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嘛 不管你是喜欢古典音乐 流行音乐 戏剧 视觉艺术等等 他都应该是你在生活当中 除了你的正直 你的专业之外 他理论上他就应该有这一块 对所以文化应该是很广泛的 对 那也应该是很轻松愉快的 我们今天连续两年葛兰美奖 今年又拿下这个唱片设计包装 等等 我们台湾有很多年轻的指挥家 又得奖 在各种领域方面 都可以让世界有非常惊人的防线 尤其是这个我们的创造出来的味道 样貌 其实就跟别人不大一样 台湾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独特性 您当时候高中的时候在建中 那后来据说好像因为失恋之后 是不是后来考到没有上台大 结果考到了东海去 但是这段经历其实对你后来也有部分的影响 包括对于政治的接触 是不是从这边萌芽的 我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说 我如果不是因为到东海 不是因为到中部 我觉得我如果一直在台北 我想我的视野跟看法会蛮局限的 好 我们那个年代 应该是我那个年代 不是你那个年代 那个台北跟非台北的差距 是比较大的 比较大 经过这三十年 我认为台湾城乡的差距是缩小很多 那这当然是整个产业生态的改变 你现在处处都有Seven 对 对 以前可能是只有台北有百个公司 那 确实这个 没有到中南部 你真的会对台湾的想像 会被局限在台北 所以我说这个 这个到台中以后我就 欸忽然发觉这个 台湾有一个我过去不曾 这个看过的世界嘛 尤其东海又在一个大土山上 校园很美 但是相对是 比较向下的地方 所以说 我会能够更理解台湾 不是我们书本上写的那样而已 嗯 那当然后来又到高雄 那更是一个很深盟的地方嘛 嗯 那所以 我可以理解台湾 从文化的观点来讲 台湾因为1949年的大迁徙等等的关系 台湾确实是人文汇萃啦 嗯哼 大江南北的融合 对 所以台湾的文化的丰富性 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 然后台湾当时的环境里面 这个我们对美国的文化是开放的 所以美国的流行音乐对台湾也大的影响 所以你看台湾的从民歌到流行音乐等等 这为什么变得那么那么那么丰富 就是说 感花其放 大家也都很能接受这些不同的文化 你不得不说 嗯哼 当时政府的战略策略 它促成了一定的文化的发展 是 也就是说在那个戒严苦闷的年代 在政治上不容许你开放 但是它必须要让你有一个书法 发泄的管道 所以说其实它在这个电影 流行音乐 文化上它有开了一扇门 嗯哼 对 那所以这部分它就比较不管你 没错 那你就看到它 它就变得很蓬勃的发展 嗯哼 从早期的你看 不是都规定你一直的那些老学究的文学吗 对 所以要让你写新诗嘛 现代诗嘛 对 现在是就是台湾民歌的基础嘛 嗯哼 它开始让你写天空很希腊嘛 对 对 那你这个就发展出一套 它茁壮的地方嘛 嗯哼 那电影也是一样嘛 对 对 你除了那些军教片之后 开始 你开始有写实的嘛 那时候叫做 一开始叫做国语写实 对 你从现在看起来当然会觉得很奇特 就是它仰压人家 但是讲的是国语啊 对 但就是它自己独特的类型 就开始发展出来了 对你虽然你现在如果从现在的历史文件档案去研究 你要知道当年是有计划性的刻意的在处理这个事情 对 因为台湾开始进入了大量的农村人口 进入工厂里面的时候 当时的政府觉得说要有一个抚慰人心的政策 所以开始有三厅电影院 对 三厅电影 就是DJ的女工爱上了 对 那这个都是一样的嘛 所以你就看到当时的这些明星的出现 这些都成为很丰富的台湾文化的资产 包括小说的写作等等 可以看到把那一颗自由的那一扇门掌入的这些东西 那后来台湾进入民主的话 我们现在更有这么一大块自由的 丰富的土壤 那我们怎么样更进一步的精进 现在重要的是要跟世界接轨 对不对 所以部长你自己投入这个文化圈 其实大概也都二三十年的时间了 你觉得这个文化至于台湾人 你觉得未来最大有可为可以发展的 有哪些方面 然后你对于自己对于这个文化圈 未来又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觉得台湾在每一个领域 都可以有非常惊人的这个成果 你看我们已经连续两年葛兰美奖 今年对又拿下这个唱片设计包装等等 我们台湾有很多年轻的指挥家得奖 我前几年还去看 我觉得台湾绝对可以在各种领域方面 都可以让世界有非常惊人的这个发现 那尤其是这个我们的创造出来的味道 样貌其实就跟别人不一样 对 那个是一个你的土壤长出来的血液里的东西 你很难去把它非常科学性的归纳 它为什么就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长出来的东西跟 跟对岸跟新加坡跟什么 就是不一样 虽然可能都是华人 是 对 台湾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独特性 对 好 让文化可以进入每一个生 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这不是一个短期内可以达到的目标 当然 但是文化部会持续的努力 我们也期待台湾有更多更多精彩的 很棒的表演 是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部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台湾名人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欢迎上Podcast的搜寻 有很多精彩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回再会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文化部长史哲 让我们一起 创大我们的台湾内容 建立我们的文化自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